任仁年未來的老虎年 其實危機四伏 因為納春八字的薩比較多 薩也可以代表什麼呢 第一是天災 第二是人禍 任仁年的納春八字的木薩比較強 木黑土會回應第一地震 泥石流 關於土地的東西出現一些問題 如果大家有一些估計 任仁年的灰犀牛 黑天鵝的事件 我會看就是因為天然的災害 特別是地震方面 而令到一些基礎設施出現問題 在這段期間裏面有什麼值得留意呢 譬如說俄羅斯通向歐洲方面的天然氣 天然氣管道呢 因為這裡經過幾個地方 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 過去東歐然後進去德國那方面 如果天然氣管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 這就是一隻灰犀牛 一出現這隻灰犀牛 天然氣價格也好 或者其他的能源價格也好 都會表得很厲害的 如果任仁年就是要有一個獨特的 你可以撥少少的資金去投資的 我相信就可以投資一些關於能源方面的 譬如ETF或者是那邊的期貨 我相信有個期效在 有一個挺好的收益在 你的燈利àcies 你堅 necesit不信任 你會不信任 不要 Job 你登録材別給你們 你還是好